古生鎮天響 武师庆贺 位于新北市中和建议路上的广宝科技公司 申请都市更新及工业区立体化 拆除40年的Kigage厂房 进行原地重建 举办了动土典礼 创办人宋公远致迟表示 回想当年创业 点滴在心头 感恩所有协助他创业广宝科技的贵人 正好是生死赤坨的这个年代 就几个好朋友在不同的外商工作 他们就说 罗姆你不要再找任何工作了 你就出来串业 我说 但串业要钱 但是不要钱 你协议要 我们一起来找 结果两个礼拜后 这位朋友大家又在想去 他们跟我说 雷蒙钱已经找到了 那时候我的这个业务计划 其实我希望台帝100万 我们可以找到 就从这100万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 一二三千千五千 大家都知道光宝在综合这个地方 已经在地生耕快半个世纪了 过去四十几年来 在送创办人的领导下 我们已经有一家小的这个本土公司 一路成长 逐步发展成为 营运 遍及前九的企业 我们的公司 有很多的产品 现在是更是位居前九 第一的领先地位 当然这一切固然是我们同仁的努力 但是我更加相信 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群 似同道合的客户 工业商伙伴们 以及银行界朋友的支持 近一路近50年的期间 发展为全球知名科技公司 也带动了中和远东科技园区一带的发展 代表市长侯友宜出席动土典礼的副市长刘和然也表示 光宝科技的发展是台湾企业的缩影 带动产业转型 也是照顾员工的好公司 而市府以招商一条龙的方式 以广宝为多更标杆案例 邀请更多企业进驻新北 所以宋董事长 你不仅是帮我们台湾企业打出一片天 你还提供我们在台湾转型 从农业变成工业变成现在科技岛 这个过程中照顾了很多的家庭 因为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很多中南部的朋友 这一栋还没有拆之前的大楼 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所以非常感谢对我们台湾整个产业界 企业界的发展 还有对我们整个台湾民众 在那个阶段从农业变成工商业 有一个公司可以让他们进来就业 是对他们来讲养活了很多的家庭 光宝科技数位大的动途 我想在这个过程从原来的旧的厂房 在中俄已经半个世纪 那透过市府的招商一条龙 从申请建造到目前已经核发建造执照 短短的一年就取得 我相信这是我们市长推动整个在地的产业 透过整个形垂直的服务 然后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协助我们的企业 广宝科技预计投资28.2亿元 原地重建地上11层 地下4层的厂办大楼 即研发中心 预计114年完工 带动大约2000个就业机会 创造1800亿元的产值 记者林立如 新北采访报道